誒誒 有沒有看到 誒我剛剛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來來來 這給大家看一下 哈囉大家好 又回來到我們搶魚戰後分析下半部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自從上一集我們搶魚之後呢 這個下半部順順利利的打完 直接晉級到了X 那麼呢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 因為都打的是這兩個場地嘛 但是 還是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每一局你都會有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不一樣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自己看完改進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越來越往上走 那 其實我當初呢 會買擷取器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想要 呃 看一下我自己到底是怎麼死的 為什麼我一直打不上去 因為你一直看別人 看高手打 因為他們很強嘛 所以他就會一直贏 可是 你沒有回去看你到底怎麼死的 你就會一直用一樣的方式死 好 那今天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還是趕快開始吧 OK 首先呢 可以看到齁 你看 又是2090 上一場已經看到什麼2080 2070嘛 現在又2090 這 你乾脆直接給我X就好了嘛 不需要用這種方式來折磨我啊 2090欸 2090欸 2090 太可怕了 好 現在 對面呢 可以看到這個對面的槍枝 我的筆呢 好 這個 喇叭 然後 這個 中滾 然後兩 一長一短 一長一短爆裂 好 爆裂槍 我自己也是不太喜歡 因為 有一種 老是抓不準的感覺 好 感謝 還是一如往常齁 今天就沒有走上面 本來我都會走上面 今天沒有走上面 OK 爆到一個死 好 這個時候就有沒有先來進行一個突擊 好 後面有一個 OK 好 魚已經這個 自然而然的 欸 哇賽 天哪 好 對方好像死得很兇喔 好 放一個 防範團 好 我們的魚現在是卡在那裡的喔 好 這個時候一定都要有左有右喔 我不能 就平均分配 哇 哇 隊友好像很猛欸 好 導彈 現在 現在這一版 最後一版的導彈超級可怕 他會留一顆 就是 呃 什麼叫留一顆的意思呢 就是說他會 譬如說 你在這裡嘛 然後他不是會這樣 登登登登登登 然後你不是跑嗎 然後不是會 棒棒棒棒棒 然後你跑到最後一個點的時候 他會有一顆在你的點 就是這個距離其實很遠 我覺得這個超級過分 就是改這個超級過分 就是 導彈變得 你跑太快也沒有用 你跑得快也沒有用 跑得慢也沒有用 就是 覺得很 強 對 喔 好 繼續喔 哇 隊友其實很造 已經 已經殺死四個人 我就 欸 要贏了欸 好的這一局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呃 即便我們遇到 2090這樣的戰況呢 有的時候你還是會遇到就是說 欸 奇怪我這陣場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做 這就表示 你平常可能有在做好事 所以就是 系統回饋你 給你一些超強的隊友 這基本上已經快要變3打4了吧 哇 欸 我還是有貢獻喔 你看這個蠟筆其實 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就贏了 OK 好 你看你看你看 又來一個2080 2080是怎麼回事 2080太過分 好 好 這個場地 呃 沒有到 不喜歡 也沒有說 非常喜歡 這個模式吧 搶魚這個模式吧 就是搶魚這個模式 因為這個場地呢 就是 下面打通的 很容易繞來繞去 你很容易就會被 烙背啊 什麼的 OK 反正切記一定要小心 會 會有 會有人 從 就是 下面這個啊 下面這個地方 就是 因為它下面是 它中間是一個這樣嘛 然後這樣一圈嘛 會有人就是 就是 走下面這裡啊 繞到後面上來 殺你 這個 超常見的 這個場地 好 我一個人 隻身帶魚 好像沒有敵人一樣 往前衝 OK 這時候只要小心 左邊右邊 拿魚的 你看你看一定會有人 想要衝下來 對這個時候 這個也可以跟大家 怎麼講 講一下嗎 就是說 好 可以看到 這個這裡已經 把它打開了 好 好 好 就在這裡 當然 通常 一定 你一定會直接衝下來 想要把這個拿魚的人殺掉 可是呢 假設今天 呃 我是進攻方 那這個人在我眼下 就是非常的明顯 他就在這裡嘛 然後我的墨又這麼的多 這裡都是我的墨 好 好 所以其實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魚炮啊 不是打這個位置 而是打 大概這裡吧 因為他要下來 所以他等一下就會下來 而且他這個看起來 就像個短槍 應該是這一把吧 或是這一把 他就是想要短槍 他打不到我 所以他衝下來趕快殺死我 所以這個時候 魚炮的範圍也不小 所以這個時候 魚炮打在你的腳 因為你打完以後 你一定會後退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進行一個 很好的壓制 揮 砰 就剛好 喔 長的 喔 nice nice 對喔 啊 OK 48還可 喔喔喔 焦慮 焦慮中 很緊張 畢竟你在打S加9嘛 這種時候你都超緊張 但是還是 雖然說我自己也是會很緊張 但還是想跟大家講 就是要 冷靜 緊張就 很難那一個 欸 沒錯沒錯 你就稍微塗一下 都稍微塗一下 就把 這個 戰力變成自己 你知道嗎 給自己方便也給敵人方便 欸不 給自己方便也給隊友方便 不是敵人方便 OK 下場 漂亮的魚 從中間出現 然後看一下敵人怎麼下 OK現在只剩我一個人 這時候就沒什麼好說 絕對就是先退回家再說 我自認沒有1打4的能力 這時候你就應該要退了 OK還是顧一下下面這個小路 因為這個 這個關卡是 這個關卡剛剛有說過 就是他比較不一樣 他的下面這一整圈都是通的 所以 呃如果 如果譬如說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射 他有可能已經從下面這樣繞 然後從這裡從你後面出來 就可以把你帶走了 然後你看他可能一帶就帶兩個 所以 這個關卡要非常注意 哎呦 欸時不時的看一下 時不時的看一下 OKOK帶走一個 喔他們想要走那邊喔 哇哇抓狂抓狂 OK 啊啊啊啊 好險 唉呦 欸我以為是D 靠北 好長喔 R3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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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泡泡還是蠻可怕的那些東西 nice ok 邊走邊射 最喜歡邊走邊射 nice 39對7是39 我覺得搶魚沒有到什麼各位數的都蠻可怕的 因爲 越不小心就很容易全滅啊 我很常有這種經驗 好 上面也防一下 然後滑到下面來看一下 這 那個 這個子隊的那個防守還蠻扎實的欸 到中間幾乎打不太過去了 小心小心小心 這種時候很關鍵 啊 很關鍵 很關鍵的死掉 啊 你看一看就是這種時候 你看剩一個人要復活了 來了 來了 這種時候真的超可怕 如果你又沒有大絕的話 喔 超加在 這個 那個 對 就是那個 超 欸超級跳的那個著陸點喔 大家記得有看到的時候喔 就是丟一個飯糰過去 抓準時間 而且一定要抓準時間 這樣他就會癌死 OK nice 欸欸 有沒有看到 欸我剛剛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來來來 這給大家看一下喔 在這 這裡有一個超 這裡有一個mark 就是 就有人要跳到這裡來了 我要跳到這裡囉 我要尋死了 通常 我看到這個 都會這樣解釋 在這裡 對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齁 好 欸 有沒有看到 欸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時候我就是英勇的 砸出了一個 飯糰 所以他 剛好落在這個點 那 那其實他 他到底要什麼時機點呢 就是他不是 是一個 大箭頭嗎 然後 唉唷 靠好醜喔 大箭頭 然後填滿嘛 他會有這個線嗎 當他那個線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開始他快到 大概 你看到他已經開始消失 大概跟這個一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丟一顆飯糰過去 因為他這個下降還蠻快的 所以他 他就會 變成怎麼樣呢 他就會 剛剛看到有沒有 有沒有他準備要爆 他剛好這裡已經0了 然後下來爆炸 哇 療癒 我覺得這個比起對象殺人 還更療癒 但是當然你沒算成時機的時候 就是他爆完然後他下來 然後把你殺死 就 另一種療癒啦 他很療癒 OK 好 39對56 還是蠻危險的 十幾秒 但是這十幾秒如果有防好的話 你只要注意沒有被繞備的話 其實應該是勝算 應該 還有這個魚不要亂跑 有的時候那個魚很在亂跑 然後就死了 你看你看他 你看他是定下下去 有人從後面來 有人從後面來 有沒有有沒有 喔好險沒炸死了 喔 nice 所以這其實還是有點危險的 剛剛這個局其實還是有點危險 因為他只要 你看這個鼠球要是上到平台來 他一炸炸死三個人 那這一局應該就輸定了 OK 喔還不錯 就剩一場了是吧